各位观众朋友们 花友们 大家早上好 我们天狼一几十六周年 笑话评浅大赛进入了决赛圈 今天 患子和韩仙要进行一场辩论来断一个高下 先请两边都讲两句话吧 大家好 我是患子 很荣幸来到第二轮的比赛 输赢呢 我觉得其实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和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嘛 说到交流 像我这种体型的灌木乐器啊 它真的适用面积是特别广泛 我可以跟任何人在一起交流 从庭院到阳台都可以种 我想我应该是一个很善于与人亲近的花 这一点上是我拥有最大的优势 当然了 作为笑话 长得好看肯定是最重要的 我的容貌呢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啦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我是识别度很高的一朵花 从来也不会让人误会说 哎呀 你跟某某某长得很像啊 当然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啊 我不是在隐射什么东西啊 但是我们做花的呢 独特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我先说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韩仙 我觉得做乐器呢 内外兼修才是最重要的 向我可疼可惯 四季开花 内在美可以说已经是满分了 英职这方面我觉得我也是充分拥有了 毕竟啊 比我好看的没我属性强的 比我属性强的没我好看的 这也是事实吧 就这四季开花的藤本这一块我也算是后起之秀了 跨过老前辈们的足迹 现在是属于我的心态道 两位表述的立场都很鲜明 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接下来这个环节呢 我们两边选手都可以向对方提出两个质疑点 我们轮流继续 还先从换组开始 对方便也好 好 我想先请问你一下 对于你长得像朱丽叶这个问题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这个误会啊 已经随着大家的种植过程 早就解决了我和朱丽叶 在这一个花形属性上面 都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你看我是浅背形 那朱丽叶呢 它是一个深背形 我是藤本 朱丽叶是灌木 这个差别就非常大了 那么相对朱丽叶来说 我还是有长势强 皮实好有这样一个优势 如果我说我和朱丽叶长得像 可能就是一张大头罩 长得像 真正养过 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发现 我们的关系其实不大 那么我想问对方便有 你的下花又小又白 你承认吗 这个话说的就有一点没有道理 下花缩水 那是很普遍的事情 而我这样的乐器 蓝紫色 这么美 这么优雅 能够在三十五度以上的高温 保持住我的长势 我觉得这已经突出了我的优势了 那寒仙同学 关于你叶片后卷 容易隐藏红蜘蛛和技码 我想这应该是不可辩驳的缺陷吧 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想先请问患子同学 林黛玉你知道吧 在你看来就不美了吗 人家还经常生病呢 这么了啊 好继续啊 患子同学 你好称仙女 但是却几乎没有香气 这是一个很大的短板嘛 对于这一点 你有什么回应呢 我要再次强调一下 作为蓝紫色乐器 我们是有自己的客观制约的 我们是选美 不是选完美 做没有一朵乐器是完美的 这样的攻击完全不讲道理啊 我觉得需要主持人裁决一下吧 过分了啊 过分了 最后看看谁才是我们天狼乐器的笑话 请大家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 最后来拉一下票吧 蓝紫色乐器呢 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但是我想 我已经在这个领域上 做出了很多突破 希望大家都可以给我投一票 谢谢 到我这边就简单了嘛 四季开花 藤本 句号 完结了嘛